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下面我们继续来讲 纪晓兰所写的因果故事 下面是第四讲 下面一个故事的题目是雷吉涅子 隔太府先周延 乾隆武尘 河间西门外桥上 雷阵一人死 砖跪不扑 守情一指 雷火浮若 燕之皆疲霜 莫名其故 额齐齐文信之 见之不哭 曰 早知由此 恨其晚矣 世常 垢瘁老母 左忽蒙恶念 欲试 皮霜 独母死 无七剑 无七剑 一叶 不从也 因果的故事 有的时候 表面上看来很奇怪 但是背后 它当然是有因有果 你明白了那个因果以后 就像 突然之间太阳出来了 黑暗消失了 真相大白 你也就不感觉到奇怪了 有一个人呢 他曾经说 在乾隆武尘年间 河间的西门外的一个桥上 有一个人呢 被雷击死 这个雷 把人打死 这种事情 不是很少见 但是下面这件事情 的确是非常稀少 这个人被打死以后 跪在那里 他不倒啊 不但不倒 手里边还举着一个小纸包 人都被雷 打死了 这个小纸包呢 还在手里拿着 好好的 那人死了以后 官家都会过来验尸 看看怎么回事 一看这个手里边的药包 居然是皮霜啊 毒药 大家想不出来 这个人是 这是怎么回事 正在这个时候啊 死者的妻子 听到说 有一个人被雷打死了 那么他也过来看一看 一看呢 是他的牵手 他一点都不哭啊 还说 早就知道 你会有这个果报 只是恨这个果报来得太晚了而已 怎么回事呢 说这个人 对他的老母亲 经常啊 经常非骂即打 不孝顺 是个无逆之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昨天他忽然产生一个恶念 要到市场上去买披霜 买了披霜干什么 把他的妈妈给堵死 这还不是忽逆之子吗 因为他要干这个大坏事 我昨天晚上哭着 劝他 劝了一晚上他都不听了 所以呢 天也不放过他 当他拿着药 过这个桥 还没有回家 没有给他老妈妈下毒的时候呢 天就把他先给灭了 我们有的时候说 老天有眼 我也听过有一个人说啊 老天怎么不长眼 我跟这种人说啊 你写什么东西都可以 你千万不要写 不要念 不要说老天没有眼 老天一定有眼 老天怎么会没有眼 老天是什么 老天就是因果 因果就是眼 怎么会老天没有眼 说老天不长眼的 我是有根据的 我们匈牙利啊 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个小伙子 他做生意嘛 做的还是不错的 生意做好了以后呢 就请他的老妈妈 来 匈牙利 让他能够享受晚年 因为匈牙利自然环境不错 再说他们孩子 在匈牙利现在生活也不错 结果他妈妈来了不久以后呢 一场车祸 就死亡了 死亡了以后 因为他是比较有名的商人 所以这个丧事办得很大 为什么请我们去呢 因为他妈妈信佛 他妈妈又信佛 他又很孝顺 想让他妈妈能够享受晚年 那么来到布达贝斯不久 怎么会出车祸呢 所以他说老天没长眼 这个话我跟他说 你不可以说 我也给他讲了道理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妈妈过去是怎么回事 但是因果就是这样的 因果不会冤枉你的老妈妈 现在呢 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也是揭示这样一个道理 因果呢 丝毫不会错 那么这个道理 被揭示出来了 我们知道 如果不揭示出来 我们好像认为 就是老天冤枉谁了 其实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因此呢 平常我劝我们的同修们 修行人呢 要学习达摩四行观 达摩四行观很短 你受了好报 你也不要太欢喜 这是你往昔修缮应得 果报现前 好的 好的福报现前 如果你碰到了逆境 碰到了灾难 你也不要怨天忧人 为什么 不好的果报现前了 不好的果报现前 正是把你的夜消了 你像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雷把这个人劈死了 把他的恶行暴露出来了 能够警醒世人 同时他自己的恶业呢 由于被雷劈了 他也消掉很大一部分 如果不劈 大家想一想 他回去以后 真的把这个药下去去 把他的老母亲 堵死的话 他造了多么大的恶 所以这个老天是保护了他 我们要这么样的来看 这个因果 绝不会怨天忧人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下面一个故事 蛇是盖父 世纪之母 沈敖言 高川有盖者 与母亲居易破妙中 盖下月时脉斗鱼 主妻莫面已共母 妻逆起好面 以粗面 搜汇水 做饼于母时 世袭大雷雨 黑暗中 妻呼傲然一声 盖起誓之 则有巨蛇自口入 涅其心死矣 盖一耳埋之 沈敖 亲见蛇尾 垂起胸翼间 长二尺鱼云 世纪的妈妈 姓沈的老人家说 高川 曾经有一个乞丐 他和自己的妈妈 妻子 一起住在一个破庙之中 到了夏天收麦子的时候 他们收到了麦子 差不多有一斗左右 他就告诉他的妻子呀 把这个麦子磨成面 来 供养他的妈妈 他的妻子 把这个好面 藏起来 然后把那个不好的部分 再用那个不干净的 刷锅水之类的东西 祸起来 做成了面 做成了饼 给他妈妈吃 有一天晚上呢 下起了大雷雨 在黑暗当中 他忽然听到他的妻子 惨叫一声啊 出来一看 有一个很大的蛇 从他妻子的嘴巴里边钻进去 一直钻到心脏 咬他的心 把他咬死了 乞丹没有办法 然后把他妻子拉到旁边去 挖了一个坑埋了 这件事情呢 姓沈的老太太 亲眼看到的 当他看到的时候 那个蛇身体呢 还有两尺多长 就在这个乞丐的妻子 这个胸部啊 还在那个盘绕 这个叫什么 在佛教里边 这个叫献报 也叫花报 意思不等下一世 这一世就得报应 我们平常说啊 这个三世因果 过去我们也看不见呢 未来我们也不晓得 可是花报现在就能看到 不要等来世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布达佩斯有一家饭店 这个男主人 为了使饭店的生意好 从乡下买活羊 把这个活羊就放到 饭店后面的院子里 有人要来吃羊肉的话 现杀 因为他们说 现杀的肉啊 新鲜好吃 为了使饭店的生意 能够有所发展 他的姐姐被他从中国 叫过去帮忙 两个人呢 一起到乡下 又去买羊 路上呢 出了车祸 他姐姐呢 受一点轻伤 这个小伙子呢 当场身亡 老天爷看不下去 让你早早停止杀业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不让你继续作恶 对这个死者 其实也是一个好事 我们平常的人不懂 这个人年轻轻的 怎么突然就被撞死了 因为因果在背后 他杀生太多了 那么这个夫人 她不单不孝顺婆婆 而且呢 把这个脏的水 来获这个不好的面 来给他婆婆做饼 老天看不下去了 然后呢 这一条蛇出来 来报应这件事情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怎么就跑出一条蛇了 从他嘴里边钻进去 把他咬死了 可是呢 姓沈的老太太 亲眼所见 这个事情不是扁出来 所以说啊 这个因果报应的时候啊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应 但是丝毫都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下面一个故事 题目是 徒受恶报 徒者许方 其徒驴 先凿地为嵌 至板其上 血板四脚为四孔 献驴足其中 有买肉者 随所买多少 以糊 以糊 炙汤 沸汤 沃驴身 使 毛脱 肉熟 乃枯而取之 云必如是 时 脆美 月一两日 肉尽来死 当未死时 前其口 不能作声 目光 怒吐 炯炯如两句 惨不可适 而许 天然不介意 后患病 便身溃烂 无顽腐 形状一如锁图之旅 顽转阴入 求死不得 哀号 四五十日乃绝 病重痛字悔则 主其子 智学 即改业 方死之后 智学 乃改尔图史 于幼时 上见之 今不闻 其有子孙 亦以 田觉 久矣 这个故事 更惨 这个惨事 是人做的 有一个人 是个屠户 以宰杀为一 他杀 杀驴 先在地下 挖一个坑 上面放一个木板 木板的四个脚上呢 挖了四个孔 然后把这个驴蹄子 弄到这个孔里面 让它动不了 那驴没有办法动 四个脚被固定了 如果有人来买肉 这个图户啊 这个心太狠了 他先用这个壶啊 烧了满壶的热水 然后呢 就用这个热水 泼到这个驴身上 让它这个毛啊 都掉了 皮也烂了 然后他用这个刀子 去割这个肉 说这样啊 这个肉才新鲜 才脆 才好吃 才香 谁来买肉 他就这么做 这个驴啊 就一直在那里痛苦 过了一两天以后 然后这个驴 才能够痛死 他呢 把这个驴的嘴巴 用绳子捆住 让这个驴不能吼叫 这个驴 怒目远睁啊 一般的人都没办法 看这个驴的眼睛 你想这个驴 他心里边是多么的仇恨呢 这个驴在心里边 发生恶怨 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个人他能好吗 我们平常人说话 千夫所指 不积而终了 如果你这个人做缺德的事情 别人背后戳你脊梁骨 你不病也要死啊 你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这个图护这么害这个驴 他这个人呢 心非常硬 他都不介意自己做这个坏事 以后他就得病了 得了个什么病呢 身上的肉啊 烂 一块一块的掉 就跟被他屠杀的那个驴 那个形状是一样的 那当然他也非常痛苦啊 能够痛苦吗 所以他也是叫嚎叫 他求诉死 他也死不了 一直过了四五十天以后 才死了 那么在他得病的期间呢 他知道自己错了 因果现前你没法不知道 那个时候你再假装不知道 不可能了 因为因果在你身上兑现了 和你被害的那个驴是一样样的 你能不知道吗 然后自己心里边开始后悔了 告诉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智雪 那这个名字还蛮不错 可是呢 他学什么呢 他不像他父亲这样杀驴了 但是他改为杀猪啊 还是一样的做图护 业力 这个儿子就生到这样一个父亲家里 自己没有得到果报 看到他爸爸的果报 他还要改为杀猪而已 你想这个儿子 他以后能有好的果报吗 也不会有啊 所以季晓兰说 我小的时候 还见到这个孩子 后来就不见了 我想呢 他大概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有孩子 估计他们家是绝后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 叫头谋昭灾 罗宇甲比乌尔居 罗父甲贫 罗宇并甲宅 而罗七直 已受他人 罗又阴挠之 久而易炯 不得已简直受罗 罗精灵改造 土木一新 落成之日 盛宴祭神 指前 辅然 忽狂风 卷起 朝梁上 烈焰 咒发 烟梅 蹦散 如雨落 弹指间 寸传不移 并起 旧如 若焰 有邻居 有邻居两人 一个姓罗 一个姓贾 罗家呢 比较富 贾家呢 比较穷 姓罗的呢 就想呢 吞并 贾家的宅院 那这不是连起来 他家就大了吗 所以呢 就让他 你卖给我 人家当然就不想卖 不想卖呢 这个罗 就想办法在背后捣乱 让他呢 没有办法 逼着他 最后啊 迫不得已 把自己的房子 还卖不到原来的价钱 减价以后 没有办法 被迫呢 就卖给了姓罗的 姓罗的有钱呢 经过经营改造土木一新 最后 就宴请亲朋啊 来庆贺 翻盖的新屋落成 在这个时候 纸钱一下着了 吹到房梁上 整个房子一块燃着 把新翻盖的房子 和他的旧房子 一起都烧掉了 方火起事 众手交就 罗辅应指之曰 晴火光中 无恍惚见甲之王父 是其愿读之所为 就无意也 误悔无极以 即乎甲子之 以余田二十亩 书劝赠之 自是改行从善 静以授考中 姓罗的这个人 虽然这么坏 还并不是完全没有良心 因为呢 在因果之中啊 有神灵给他表示了 一开始着了火的时候 大家还帮助他扑火啊 但是他说 你们不要救了 因为什么 我在火光之中啊 看到放火的是 姓甲 他顽固的父亲 他顽固的父亲呢 他恨我 他怨毒 着了这个火 所以大家救也没有用 我呢 也非常后悔 后悔也晚了 算了 不用救了 然后他把姓甲的 就是他们的邻居 这个叫过来 当下书写契约 把自己的二十亩好地 送给他 来赔偿他 被他烧了的房子 他房子虽然他已经买过来的 钱也付了 但是他再赔给他 二十亩良田 从此以后 这个人呢 改恶从善 不干坏事了 由于他改恶从善 他能够长寿 而终 因为当中改了 人不怕有错误 有了错误改正的话 因果也是丝毫不爽 所以他能够受终正寝 好 这一讲 我们就先到这里 愿各位能够深信英国 广修善行 断除诸恶 阿弥 祭祷 extraordinarily Fahrenheit 求访 敬敬ems